真的不要放弃 你要坚持下去 因为生这种病号 绝对不是病死的 绝对是吓死的 你知道吗 真的是吓死的 立委与天妻子李亚平及女儿余怨琪 出席为爱抗癌心灵讲座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不谈政治 由主委何博文出面邀请 让抗癌成功的余怨琪 以及她的双亲分享抗癌的心路历程 好的事情讲出来 然后只是会让家人难过 也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我比较是不会讲 就是难过的事情 其实我们三个小孩里头 生活最正常 然后又喜欢运动 然后非常注重她的健康 余怨琪个性是报喜不报忧 被诊断出罹患直肠癌后 不愿意把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 李亚平是透过医师得知 女儿离癌二号 躲起来一个人痛哭 于天那时候接下征召 参加立委补选 一度想要放弃 回想起这一切 三个人皆是泪流满面 她都会 之后都会问我说 妈妈 你有好一点的吗 她每一次都会问我 然后会要看我的伤口 对 所以就是这个力量让我能够 就是继续觉得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 而且我们也是对老天爷讲 这个病可不可以转到我身上来 可不可以转到我身上来 而且我可不可以拿我的命去换她的 不要这样子 她还年轻 她还年轻 她的长癌子还小 真的需要她 所信所有生病的苦难 这一路上 于天 李亚平和于苑琪 还有其他家人 紧紧守护在一起 勇敢地打败病魔 透过抗癌心灵讲座 给更多对抗癌症的患者和家人 更多成功的案例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道 所以说